这位崔居士问的,他说我静坐念佛时,杂念很多,平日念佛又认真不起来,心里很着急,心里着急就坏了。 不着急也不行,着急也不行,就怎么办呢? 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事情,每个人都有。 好像不念佛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有杂念,这一念佛的时候,杂念特别多。 这是什么原因呢?实际上杂念本来就很多,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发觉。 这一念佛的时候就发现了,发现你不要害怕,你继续去念。 你念的时候当然功夫还不够,你还压不住,所以你不要着急,你不要害怕,继续地念下去。 祖师大德在经验当中告诉我,总都要认真了,念上三年,你的那些妄念就减少了。 减少到什么程度呢?一支箱里头还有三五个杂念。 这一支箱是一个半小时,一个半小时里头还有三五个杂念。 那是很认真念佛的啊。 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到自己修心的效果,你修学的成绩。 到一支箱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,那是上乘功夫。 可以说是功夫成熟。 所以我们遇到这个事情就晓得,自己功夫不得力是自己功夫不够。 只要加紧认真努力去做,一定会有进步。 这个同学写得太长了。 那是有时候不太能了。 因为你非常感激的像,你以后能够做一种封锅的最后很正常, 这个希望你再会用到每个小时, 我会像不过来的那些东西。 您在吃几千万,今天我们分享过来的, 咱们难充了那个不得的,